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小星 在彼无事的时候 我要跟大家讲一讲 长中道 我听到天佑台湾的歌 非常感慨 这个感慨 让我在这个地方 要替苏老师 替娱乐一下 要替娱乐一下的时候 感慨跟他说 拿起来这个 这支库声器 speaker 感慨说他练练 喉嚨说说说不出来 感慨到这样 说很相信 很欢迎 我们要想看看 我们想到过去 我们台湾人不孤 秋冬不渡不穿 这中央来到这里的时候 把你拖堵杀 一孤里面给你采集两万余的人 是日本通在台湾五十一档里面 台湾翻空一本通在的人 那多2万8千名 跟195三年人口普策的时候 说有十二万六千多人 六千八百七十五的人失踪 现在后面说四五一千人 你看我的国民团 你看这里夭壽 缩下去 把我们摆拾 怎么摆拾法 我们常说有四万换一块 怎么摆拾法 不知道 我估计一下 但是四万能不能买一台车 那时候一台车很贵 你用四万基本能不能买一台车 一颗钱 你明材开始 你只要换一块 你四万股来票可以买一台车 一颗钱明材 你说你这四万不能用 你要换一块才可以用 只要换一块拿回头 他买什么东西 买一金盐 这样删拾不删拾 富洋也变删拾 我本来四万能不能买一台车 我来台北还是我来载肥来买 结果去看那肯定说 我说不可以买一颗鹽而已 我们是这样去买相 虽然当然不只一根鹽 不可能是一根豬肉 但你在想我那时候车很贵 那四万股可以买一台车的时候 你换一口 我车车买一根豬肉 这样而已 那他们印钞票的时候 本来那些人 水材应该怎么买 所以他把物资 我们台湾人物资 都把它收割去了 买三车也变得很三车 这样我们还没有悲情吗 去到台了 那些太低太高 这样不用说我们的悲情啊 我们不能述说我们的悲情吗 想想看 四万一口 我们很高 变得很善车 我们不该愤怒吗 但是你要看看 厉害 说我们要忘记过去 看未来 未来在哪里 未来还是 一中 未来一中 未来一中 唯一选项 未来是这样子的吗 一中 那是因为 你是责任吗 我 지금 跟我说 我自己的 最尊重的 恩师啊 前总统里登辉 我们要族群融合 你怎么族群融合 這是通在這裡 站在我們的頭上 放在這裡放著 我們婚姻是要怎麼族群融合 這樣不夠悲情跟不夠憤怒嗎 叫我們不要悲情 叫我們不要憤怒 看未來 未來是未來一中 把我們鎖進中國 叫我們大家砍去死 可以忍嗎 屬不可忍 屬不可忍啊 各位想看看 我們夠衰 這衰就說不是跟我們中國人壞 就是我們台灣人這個精英也壞 不夠覺醒 令人生氣 不夠賞進 把我們他人帶去一個絕路 所以啊 我知道很感謝我們的郭先生 郭榮德先生 看我那本書 我生下一本書 生下一本書 他說我的標題是會生硬 來改一個比較軟的 吼 那個啟蒙 我覺得很好 我把啟蒙打給你 昨天晚上的時候 我一直想說有沒有什麼資源 比這個啟蒙更接近我這一本書的本意 後來 我終於想到什麼 是怎麼我們 這麼人人打拼 你進去這麼一個先進 不管是台獨運動 不管是承命這個人 不管是民進黨的體制來改革運動 都失敗 你一定會在推動這個民主改革 民主法改革 說我這麼大聲做我建立好 好像很成功 雖然是不民主的改革 但是大家人都消民主消選舉 說選舉就是民主 都是表面的 都是騙人的 都在做戲 你給我們看 為什麼 用什麼可以改變這樣的東西啊 為什麼過去民主法改革 說因為我們沒有普遍的覺醒嘛 所以我想說 應該用覺醒來代替 為什麼要徵求他的意見 他說很好 覺醒 所以我切名頭上是覺醒 一個驚嘆號 意思是叫大家 全民我們台灣人全民來覺醒 我希望不是故意而已 其他我們全世界全球 所有我們本土大人 從今天開始 開始推動這個覺醒運動 只有我們全民百分之百 完全的覺醒 我們才有可能 我們才有可能 喚起過去的悲情 產生憤怒的力量 把我們的意志很堅定的表現出來 我們才有成功的一天 所以各位 我們現在是在創造歷史 每一個在這個地方的每一個童心 都是在撰寫台灣的歷史 這個責任是非常沉重的 所以說 我們從現在開始 都在覺悟到 我們是讓中國人看著 哪兒什麼 看著哪兒 哪兒娘 哪兒 那兒 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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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拿他沒辦法 為什麼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沒有不夠我們不夠覺醒 像阿扁關到那個程度 一個台灣人總統去關於台北山 你跟你們台灣人講 跟我們台灣人講講 你們就是這樣 我們不應該覺醒嗎 所以啊 我很感慨 也鄭重的期待各位 真的要有這個精神 拿出來 把這個台灣未來責任都扛在 我們肩膀上 致死防凶 我常說我沒有說 這件事我是未來 我一世人最后的 總統的事情 我什麼都沒在插 我出門的時候 就是為這件事的努力 他說你怎麼出門四天三天 都不要靠電下來 我說完全在你為這件事拍拼 無時間 如果沒有發生的事就沒有靠電給你 你如果沒有事也要靠電 我全身全力為這件事 努力奮鬥 拍拼了 各位要鐵音 今天 在屏東演講的時候 誰說什麼 我很感心 他說有人扮演大拇指的角色 我們拉著 第一個大拇指 在座各位中間都大拇指 但是一定要有人扮演這個 小拇指的角色 大拇指有大拇指的工作 但是你不能用這個拇指 沒力 大拇指 剛才為耳朵 不行 大拇指 輕拇指 沒辦法 就是小拇指 有功能 但是讓你健康 讓你快樂 讓你鬆快 就是要靠這五支精采 精采啊 每一個在座各位 各自找到你適當的位置 即使你現在從小拇指的位置做起 但是有一天 你如果是有能力 你就突出來 不用唱 不用在那裡計較 我這個圍 隨時可以扭出來 有人比較可以做事情 我就讓弦 我有其他工具做 不是跟這間來的工具做而已 就是我做產 也不是說 我真正說 專心在做產 我做產是去到這裡做產的八九度 了解到民間是怎麼這麼艱苦 我們既然是怎麼這麼艱苦 做產是怎麼賣賺錢 我要了解這裡 我本來的目的是要什麼 要研究我 要用什麼辦法 讓我們做產人 我們可以過一支 向人的生活 經過六十幾年 中國人的北施 農村已經崩潰了 農民已經沒有信心了 沒有人要叫農民了 要怎麼改變這個狀況 那是我 那當時 到農村生活去做產人的 初衷 初衷的心理 我不是說 隨著離開營金 就來這個地方 我離開營金 是全天在做產 是他沒有欺負 說我這個做產人 拜託我出來 逗三天我就來了 很多朋友說 哎唷 你不是那麼小極去做產 但我說 我這裡面 從積極之中 找到 從消極的生活中 找到積極的意義 是要為台灣農民打拼 是要為台灣農民找一個小樓 你台灣人沒有農民 這個國家就不可能建立 他學會講的 他學會合作 統一 在主張 他這個建國的時候 他去找一個 Rothschild這個家族的人 很豐益的 拜託他六關 Rothschild跟他說 不可能 你學會建國不可能 因為你沒有公寺 你沒有農民 你如果沒有農業 你就要靠別人 你就不知道生存 不知道建國 所以農業就是建國的基礎 我希望我們將來 要建立很健康的觀念 所以在這個建國的 主治建國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路程 公方無方 公金無金 但是呢 一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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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要走很踏實的 現出是 確實的 我們郭先生說 先來角色 先來覺醒運動 相對於過去的 失敗的民主運動 我們一定成功的 大家有信心嗎 有 所以啊 我在這個地方 重點就是要跟大家報告 我們今天民進府的祖節 可能不是很完善的 就是因為這樣關係 我們的人材 我們的人材也不夠多 所以我們國外出去了 不但 因為我們這兩天所有的 這兩三天所有的東西 都把它做筆錄 做筆記 然後去融會 我們都把它了解 這本身材都拿回去看 我也看得很感心的 那民主黨 我是做學術研究出來的 做學術研究是在求證 一點一地都有經濟 我看民主黨請這本書 我很感心的 民一句話 都有他的根據 都沒有黑白說 我們希望國外一定 要買這本書回去看 如果看完的時候 當你在說服的時候 你不是給他看這個 你不要看台灣歷史 台灣真正的歷史 我們郭牧師 他研究歷史那麼長久 然後他對台灣的真正的歷史 有很大的 很好的禪數 你把它打開一字 特別是 最近你來看廖青秀的時候 台灣歷史全書 你說 這個二八十八前因後果 在中間 發生這麼突殺的個別案件 的事情 詳詳詩詩 大家要去看 買來買 買來看 他在前衛書店 有這個台灣歷史全集 這種東西要拿來看 你了解的時候 了解到 這個經國建政法 我們法理論 所謂重點跟這個 真正的台灣歷史 陳述的時候 你在跟人說服的時候 你在跟人溝通 你在跟人交談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東西拿出來 調分裏西 有持續的告訴你的好朋友 只有這一條路 才是我們要走的路 沒有其他的任何一條路可走 所以大家要珍惜這樣一個 珍惜這樣一個最後機會 這個機會 這個機會是絕對政客的 我們就要人情把它撞下去 就是這樣 那這樣的時候 我們才有可能什麼 快完成我們的結任 基本的結任就是 4000人的分年 有5萬分以上的ID 當然這般怎麼可以信心付照 已經很難得 今天的 這一個 申請護照 好像是 我們過去以來 5、6年以來 能力打拼 淹來 這樣做出來 稍微一步 但是 對中國台灣人來說 是很大一步 跨出很大一步 大家要來 祕書長 感謝鼓勵 感謝給我 鼓勵一下 中途副學生 很多人跟我說 他很興奮 我們終於 達到這一步 大家這一步 什麼 很重要的一步 我們 可以直接跟USMG交通了 過去不知道在哪裡 不要讓我們知道 這個不是一大進步嗎 所以我們要繼續努力 當 天亮亮的時候 是最黑暗的時候 所以在那個最黑暗的時候 大家 一定要一點 驚慨 人家說一步 人家說 嘴巴 嘴巴 我們才有辦法成功 而且成功以後 不是要挑戰 我們成功以後 我們是要靜下心來 好好規劃我們的建設方案 我們很多人提供很好的意見 這間這間的事情都要做好 每一間的事情要同時進行 要很大的人力 要很多經費 不是說我們一步一天 可以變成社會 哪像紐西蘭這樣展動 沒有那個事情 當然我們要建設台灣 我們也有步調 將來我們的一級主管 所有的一級主管 都要去紐西蘭考察訪問 甚至頓點 預備人才要去學習 是怎樣 他們沒有化學工廠 是怎樣沒有廢料工廠 沒有化學廢料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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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生產現好的 蔬菜水果 跟我們的食物出來 變成全世界很需要它的東西 因為國民所的總共4萬 COVID金 我們是這樣做不到 我們都要學習這些好的東西 我們已經不是要 我們已經不是要 建設東方的瑞士 而是建設 東方的紐西蘭 這是我們的目標 每一個人都很健康 事頌很健康 把中國人都在除掉 從你的腦海裡面都清除掉 我們自然變成一個進步的社會 進步的國家 先進的國家 這樣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民進府 不能說堅強的 真堅決 真堅強的台頭 來代替所有本土台人 要反霸權 反中國的霸權 反貪污 反中華民國的貪污 反剝削 反中華民國的剝削 所以這個執行非常重大 希望大家不是說 來這個地方 來三天兩天 來許許許許 他們要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社會 是一個很艱難困苦的過程 大家要 如果是說臨身鋁箔 如鋁深煙 如鋁薄冰 小小小心小心 小心翼翼這樣進行 我的個性 可能可能不一樣 我剛才發生 我哪個冷靜 我哪個困難 我哪個小心 不可以操心待遇 不可以說因為 我們可能先說 就操心待遇 不是這樣 每個冷靜 一定要有每個冷靜 這種 忠心思想和處事原則 當然 這不是我今天要講的 重點 我是要跟大家勉勒 我也很高興 每個人 好不容易熬的這個三天 特別是早一天 對八點到晚上十點 可以說很累 這個都是很難得的 我們有這種精神 就是我們民政府的精神 就是我們台灣精神 我們就要把這個精神鎖下去 然後認真來打招 跟我們秘書長騎著 所以 來讓他的願望 來達成 他的願望就是 我們的願望就是 我們本土的家人 願望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